小南,节日快乐,六一快乐,今天小南到南山景区,就听到同事们开心的互相问好,要节日礼物,红包,小南,大朋友们,你们今天收到红包了吗?你们还记得六一国际儿童节来历吗?还记得童年看过的动画片吗?和电视剧吗?六一儿童节来历,国际儿童节又称儿童节定于每年的六月一日,为了悼念的立笛策。 和全世界所有的战争中死难的儿童,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,一起保障儿童权利,行生,粗,重省生,用心去保护的,就是童。 小南记得童年史,爸妈不在家时,自己会有点害怕,于是会打开电视机,看奥特曼打怪兽,觉得如果怪人怪兽来了,奥特曼会出现保护我。 还有,猫和老鼠,如果真有老鼠来了,认为家里的小花猫就会对付它。 童年,我们以为生活是猫吃鱼,狗吃肉,奥特曼打小怪兽,长大才知道生活是鼠整猫。 杨帅郎,两兄凡死光同桥,童年,我们看西游记,宗悟空虫要降魔神通广大,但他的本事是观世菩萨给的。 他有遇到打不过的摇怪时,也要请观影菩萨来帮忙。 长大了以后,我们发现自己,要面对生活的压力,要面对不如意顺心的事情,要面对疾病。 在南山景区,大人们陪着自己的孩子,在绿桃地上给歌同了,一起看海,派浪汐水。 大人和孩子们一起,无忧无虑地游玩,感受传统文化,分享缤纷的六一假期。 大人们还在南山,为孩子们祈福,祈愿孩子,着着成长幸福平安。 点击上途阅读新闻,六一儿童节前夕,中国参集人艺术团,真诚来到南山文化旅游区参观游览, 沾养108米海上观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